海星中学6月5号举办了毕业典礼 校长陈海鹏带领毕业生做最后的校园巡礼 陈海鹏表示 今年毕业生的大学入学成绩相当优异 国立大学录取率创新高 而学校也为毕业生规划温馨隆重的毕业典礼 祝福毕业同学有更宽阔美好的未来生活 海星中学6月5号举行毕业典礼 校长陈海鹏带领毕业生做最后的校园巡礼 陈海鹏表示 今年毕业生的大学入学成绩优异 国立大学录取率创新高 非常恭喜今年毕业的同学有169位高中生 52位国中生今天毕业 今年的高中同学表现非常优异 我们的原住民实验班 百分之百的孩子上国立大学 那体育班也有一位同学要去大学打篮球 其他也上国立大学 我们大概维持连续三年 国立大学的比例超过百分之五十 那这个是孩子们努力 老师们努力的结果 今天的毕业典礼学校精心策划 要让毕业生留下难忘的回忆 我们今天的毕业典礼跟往常一样 我们会用英语跟主语 让学生们做毕业的改研 那另外每一年我们会有同学们传承 就是兄弟姐妹都在海星的同学 姐姐哥哥把星火传承给弟弟妹妹 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 因为海星整个家族里面有幼儿园 有小学 有国中 有高中 所以今天有颁发在海星 就读16年的海星宝宝奖 温馨感人又欢乐的毕业典礼 看到同学们的青春活力 也对未来充满了愿景 师长们祝福毕业生 勇敢开创更美好的未来人生 借了一会新的相报道